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的标题叫做 全村的希望挡得住不降息吗 首先感谢桃海人大海 你有问到说 到底什么叫做全村的希望挡得住挡不住不降息 那当然现在全世界地表最强的股票是哪一档 就是全村人的希望嘛 就是挥达这个AI救世主 那他一档股票强势能挡得住降息吗 就不降息吗 是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谈的主题了 那看到今天雅股是全面回答 而且跌幅都不小 包括日本韩国香港跌幅都在一%之上 那大盘开盘最低跌过226点 事实上最低我们跌到过21381点 这个盘中低点同样破浊低 一样是跌幅有超过1% 不过相对台股还真的是强了 后来就拉上来 这个收在21565点 只有下跌42点 跌幅从盘中最大的1.05%的幅度 收链到0.19% 那你们不能不说台股是强势中的强势了 那另外贵买更强贵买是收全日最高 这个最低的时候曾经跌过0.7%的幅度 一开盘往下杀 但中场却是拉高1% 这一叉叉了有这个1.7%的一个幅度 这是蛮大的一个贵买 今天的一个反转幅度 所以为什么刚刚有跟各位讲说 下个礼拜大家可以多关注贵买 我觉得贵买下个礼拜应该 相对可能比大盘有些机会了 因为毕竟这一阵子中小型股票憋屈很久了 大家如果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所谓的腾落指标 这个腾落指标显示 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下跌的加速是明显超过上涨的加速 但是你可以看到加权指数其实在创高的 显示多数股票下跌的过程中 涨少数的全值股 涨少数的重量级股票把指数垫高 尤其是台积电 台积电已经供到870块以上的历史高位了 所以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数被台积 像是鸿海这些个股垫高了不少 垫高上来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股票就显得落寞 就寂寞了 尤其是贵买指 贵买指今年只有涨8% 但大盘涨20% 当然你会问我什么原因 我会跟各位讲说贵买相对本益比比较高 这也是事实了 贵买现在目前的本益比是30倍 大盘大概是23倍到接近24倍 其实两市的本益比都不低 都不低 但是贵买相对看起来本益比更高一点 所以有一点涨不太动 我觉得这也跟这因素有关 另外资金不到位这些中小型股票 也没有关系 所以也有关系 所以刚刚我们留言板上 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讲说 奇怪了 怎么好像大盘跌我的股票才会涨 往往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 像今天大盘跌下去 但是中小型股票活蹦乱跳 台积电一档股票下去 结果你可以看到资金就有跑到这些中小型股票去了 台积电今天收跌8块 收在867 昨天美股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只有涨挥达 其他股票都回落 开盘其实不是都回落 开盘其实蛮强的 开盘废半指最多涨过2.5% 可是收盘废半指倒跌 就等到2.5%回吐 比如讲几张股票给各位参考 像是微软 一开盘最高曾经涨过0.7% 那收盘跌了0.8% 这一差差了1.5% 苹果收盘大跌2%多 那谷歌本来一开盘又涨过1.1% 在收盘倒跌1.7% 这一差差了快3% 这个谷歌 那谷歌是最近非常强势的七巨头 因为七巨头股价在创新高了 除了微软以外就是谷歌了 那另外Meta也是一样 这个一开盘之后 在辉达带动之下曾经涨过1.4% 但收盘跌0.4 这一差也差快2% 亚马逊一样差2% 本来涨快将近1% 但收盘跌了1.1% 那另外这你可以看到像是 NVIDIA也是一样 NVIDIA一开盘在辉达带动之下 是上涨4.6% 将近5% 气势很强 但收盘倒跌3% 这一差差更多 差快8% 另外美光从涨4%到收平 美光还算是相对能抗跌了 那最强的就是被黄仁勋点名的DALE 因为黄仁勋就说了 他说DALE这个DALE电脑 是他们的AI基础设施的重要关键合作伙伴 这一句话说出来 DALE股价 这一度涨了超过10% 但收盘也是打下来 收盘是打好像涨4%多一点 还是还是涨 但是已经没有像盘中那时候涨那么多 SMCI就美超围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都是回下来甚至收跌的状况 TSM就是台阶人ADR是本来涨3% 到收盘是收涨0.6%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肺半会回吐2.5%涨幅的主要原因 那肺半还算是OK 至少它是小跌 这个微幅跌破平盘 而且它涨2.5% 它的指数是创历史新高的 就是盘中的高点是突破历史高位了 可是你看到 道琼就不行 道琼就跌了605点 道琼是大跌1.5%的 605点是创下2023年3月22号以来 最大的这个1.5%是最大的 这个百分比的一个跌幅 同时呢 它这个605点是今年最大的跌点 那道琼指数收在5月8号来的低点 那其中当然最主要拖累的就是波音 波音重挫了7.6% 今年真的是波音 非常不是它的一个年 可以讲说它今年不知道犯太岁还是怎么样 反正飞机一连串的出事的 就全部都是波音 你看空巴都没事 空巴都好好的 但波音的一架接一架出事 一个基金接一个基金出事 CEO也换了 但是股价是没办法止血 还这种跌将近8% 传出什么波音的这个现金流有问题 等等这种新闻都已经出现了 那另外Intel跌4%也是中错这个 大盘的一个 那个道琼指数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三大指数盘中全部转叠 主要有一个很重要因素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全村的希望呢 真的能寄托在挥达 去撑住整个美股吗 撑住整个全球股市吗 撑住不降息吗 因为这个标普全球的Market IPMI 哇真的是爆升 这个就造成了整个降息延后到12月 就是说现在目前已经原本4月的CPI 给市场一丝希望 我们就说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又重燃了 对不对 9月降息了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9月降息的机率曾经一度超过5成 但现在的整个降息的这个几率呢 又往后延了 这个时间又往后 我们谢谢Roger跟这个淘海人大海的再次斗内 那就又往后延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IHSMarket的一个情况 这个IHSMarket公布出来的数字 确实是好 因为上个月我记得初值 制造业是跌破50 那时候包括ICN PMI制造业也是跌破50 大家都觉得美国景气下去了 对不对 由于第一季GDP就1.6 就觉得经济下去 但他最新公布出来的 制造业回升到50.9 然后比预估值的49.9来的好 超过差不多达一个点 那服务业呢来到12个月的高 54.8 预期是51.2 前值呢是51.3 你看服务业跳增 大幅跳增 所以使得综合PMI来到54.4 这创下2022年4月来的新高 那预期是51.2 前值是51.3 所以这三大指数全面扬升了 而指的呢市场就掉下去 就是说经济数据好 景气好 这是变成是重极了降息的预期 那谢谢Roger再次抖内 哇今天大家是怎么样了 非常喜欢我们的自己讲嘛 所以就开始这个预传的抖内出来 哇让我这个感觉非常兴奋 还有没有还是继续吧 没有开玩笑 那重点就是说这个HS market的这个 PMI呢就是告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降息现在目前看到可能延到12月去了 那延到12月就代表说呢 选前大不降了 那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 因为选前降其实也太正式了 尽管这个主席鲍尔 一直这个讲说 这个不会升息 当然安市场的心 但他也没松口说要降息 那我看这个联准会一票高官 现在一口同声的都讲说降息不及了 显示他们多少要避掉 这种所谓政治参与 这个所以联准会参与政治这样的一个 一个嫌疑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联准会 这些高官他们最终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免得他让人家觉得他们太政治挂钩了 所以再加上数据真的也不支持 所以就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全面反应 谢谢村长的donate 所以你看到今天亚洲股市全面反应 都跌了超过一% 唯独台股收盘没跌到一% 原本盘中是有跌超过一% 贵买是跌0.7% 就收上来 那就显示台股相对强劲 我觉得台股相对强劲 就卡到马上 什么原因呢 我跟各位报告 我自己个人观察 卡到马上Computex要来了 对不对 6月3号到6月 应该是5号吧 3453号4号5号6号 在这个南港展览馆举行 这个Computex 就一年一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 还记得去年这个Computex 掀起了什么旋风吗 同时呢 黄老哥 谢谢凯虹的donate 今天真的是接续了 Computex去年 掀起了整个AI旋风 然后呢 黄仁勋掀起了整个AI的旋风 那这一次呢 黄仁勋是提前 在Computex前面 6月2号晚上 在台大 要举行这个直播的演讲 针对学生的部分 因为他讲一个大愿景 他上次也是在这个 应该是毕业典礼 对不对 勉励学生 那在这一次是在台大综合体育馆 那个小巨蛋 举行那个演讲 那另外呢 他 呃 挥达在6月5号那一天 好 在呃 汉莱饭店 台北汉莱饭店 他举行这个所谓的 NVIDIA AI Summit 就是说 挥达的AI高峰论坛 好 就在6月5号当天 所以一连串的事情 都全部卡在6月初 所以台股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 我觉得相对较强 这有这样时间序列的因素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N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但大家不要以为 今天台股单日强 就觉得说 哇 这个台股真的是强中之强 就忘掉风险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风险 因为毕竟指数在高点 相对而言呢 一个风吹草动 如果说国际股市 全面重挫的话 我相信台股还是会被影响到 谢谢跳跃火星的donate 那 是USDA OK 为什么会 讲说呢 这个风险 现在目前相对 可能近日来是趋高 各位看到我们今天投影片第一页 这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关键风险指标 就是美元指数 对照加权指数的一个走势 然后这个指标非常清楚的呈现什么呢 最近美元指数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 创下五日高了 那一旦他亮出这个 所谓红色的比较警告的讯号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个人就会比较提高注意了 当然五日高后面呢 我们在下一步是十日高跟二十日高 他没有到那个地步 但他已经连续三天五日高 三个交易五日高 这其实会让我提高一点警觉 如果各位可以看到前一波 大盘重挫 那个四月十九号那一波 事实上呢 美元指数也是很急速的窜身上去 他当时是连续五个交易日 甚至亮到二十日高的红灯了 所以这个关键风险指标 要提供大家参考 那这个指标 其实在我自己个人选股 一路发APP上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载这APP 然后去参看一下 你在那个APP的大盘的部分 把它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好 那这个部分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先提供一个指标风险 给大家稍微注意 不代表说后面 再谢谢Roger的donate 回答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来报告 我对回答看 至于说要怎么挂架 这我就不知道 那就是这个PMI 就这个PMI 大家看到刚刚所讲的 这个标普全球的PMI 大幅的跳升 尤其是服务业的部分 这个蓝色的 service的部分 大幅跳升 使得综合PMI 也明显的上升 而使得呢 这个整个市场的预期 降息心理 往下大幅的回落 那详细的数据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这边就略过 PMI已经创下 25个月的新高了 那这一个月的往上升 会不会是一个趋势性 现在目前不敢断言 因为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 很难研判 是打摆子 一下上 一下上 一下下 所以在这个比较没有趋势性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只能走一步观察一步 那现在目前比较有趋势性的是就业市场的数据 呈现比较同步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像JLTS 这植物空缺 包括小飞农 飞农 包括失业率 这个部分是比较有一致性的 其他的我看不太到 这个有一致性 尤其是这些领先指标 比较没有一致性 但是同步指标是比较有一致性 像失业率者我们一般视为在经济总体指标里面一个同步指标 那此外呢 就是说巨头们都泼了降息的人水 比如说呢 贝德里斯沃尔 沃尔这个人啊 非常有可能会接鲍尔 他不是一个里面联准会的nobody 他是一个somebody 他说要看到三到五个月的通膜数据才能确认要降息 也就是说如果从现在三到五个月那已经到第四季了 那另外呢 高盛的所罗门 就是Soroman 他的名字真的叫Soroman 就是Soroman 他说呢 今年底不会降息 那小摩的戴蒙也说 今年看不到降息的可能 这是这些巨头们现在目前的一致的看法 那此外呢 CM的FedWatch显示呢 9月还是会有降息的机会 不过呢 你可以看到降息不降息已经一半半了 都是在46% 那另外呢 12月降息的机会呢 各位看到 基本上呢 是就不会降息了 因为维持这个5到5.25的这个利率的情况呢 是4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9月降的话 12月不会降 或者说9月不降12月降 所以也就CM的FedWatch Tour已经显示说 今年只会降一次 谢谢我们的Chain 对我们苏Chain 苏伊Chain 对我们的donate 今天也不是我生日 是小编生日 小编什么时候生日 跟大家讲一下 明天 小编明天生日 好 这个所以已经有人donate小编生日快乐 好那 那回到就是说呢 全村希望辉达 大家看到辉达股价最高来到1063 那辉达利多促勇了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 一拆时以外 一拆时大家怎么参与呢 你在6月6号当天收盘呢 有辉达股票 你就能参与一拆时 我再讲一次 6月6号 美国6月6号那一天呢 有辉达的股票呢 6月7号 这个盘后呢 你的股票就会入账 那什么时候可以正式交易呢 是6月10号因为要得到下个礼拜一 6月10号的这个正式交易 就是说这个是整个所谓拆分的一个 你要可以参与拆分的一个情况 好那辉达呢 除了这个拆分以外 他要提高股利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利多 就今天最新传出的 就是市场已经预估辉达有可能会被纳入 道琼30成分股 因为呢 辉达一旦拆分完之后 他的股价会从1000块变成100块 那就会被列入到道琼成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标准普尔是市值加权 道琼是价格的部分 他是以价格加权的部分 所以道琼跟标普的一个所谓的指数计算方式不一样 换言之呢 你股价越高的 你会越影响这个指数 我再讲一次 在道琼里面是股价越高的会越影响这个指数 比如说在道琼30成分股里面 现在股价最高的是联合健康 他是最影响这个道琼指数的一档股票 那如果说辉达是1000块的话 是没有可能会加入这个道琼 因为他会太严重让指数偏误 所以他减下来到1000块的100块的话 他就非常有可能顺理成章加入道琼 而谁会被剔除呢 据说是英特尔会被剔除 因为英特尔占道琼现在目前的权重只有0.5% 他是最低的一档 有可能会被剔除 什么时间会发生呢 市场预估不是今年下半年就是明年 这个辉达就会加入道琼 那这个对辉达来讲 又是一个所谓黄袍加深了 所以你说辉达的股票 是不是持有 我只能讲地表最强AI 如果你不持有他 或者说呢 你不考虑他的话 那你去考虑其他AI股 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make sense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他不涨 他业绩不好 台积电也不会好 其他的AI也不会好 应该是个sense 一个这个sense 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的个人的逻辑是这样 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 好 那再接下来呢 这张梗图非常有意思 就 the entire market 所有的股市被挥达这个柱子 好像大楼要倾倒 但是被挥达这个柱子给撑住 那我之前很早就讲说 卖产子跟挖金矿的故事 对不对 那个美国旧英山淘金热的时候 Levis去卖牛仔裤 大发财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去挖金矿 都要穿那个很耐磨的裤子 就是牛仔裤那时候诞生了 而且他上面用那个铜扣 铜钉 让这个裤子非常的坚固 所以牛仔裤的历史 其实是这个旧英山淘金热的时候 那时候出来 所以那就是所谓的 你不挖金矿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卖裤子 给那些所有去挖金矿的人 那辉达现在做shelven 就是做这个产子 是同样的意思 所有人都要去赚AI钱 但是谁有这个AI的工具呢 就是挥达 所以现阶段 我们当然没有人可以看坏挥达 最主要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我也刚刚也讲那个逻辑 就是如果AI 看好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你没有可能不看好挥达 因为它是现在目前最最最最 受惠的一家公司了 你看一个季呢 可以赚150亿美金 这个是净利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利润的增长 它的利润增长率是400% 它的营收增长是200%以上 这么快速的营收增长 跟利润增长 我想是全世界应该无处其右了 那当然它就是最受益者 而这个最受益者的老板 马上要来台北 大家一定有看到 他掀起一阵身风 所以为什么最近电子股在动 我觉得这跟 这相关的因素有关 那现在目前挥达 华尔街已经看到1400了 1400 问题是钱都被这些科技巨头 转走了 为什么呢 各位看到今年第一季标普的 500家公司 其实呢 493家除了这七巨头以外 他们的 他们的EPS是衰退8%的 但是呢 七巨头各位看到这张图啊 七巨头的这个EPS是成长53% 所以等于说七巨头的 EPS的增长 把整个标普撑起来 所以你讲说什么等权重啊 这些东西 其实是nonsense 对不对 因为资金全部集中在 这些会创高的股票上面 因为他们最赚钱 但问题是 他们把市场的利润都压缩了 那其他人 就是只能啃股头 是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些高本益比 也是被这些科技巨头 电出来的 你说啊 这本益比真的很高吗 事实上就是这些科技巨头 本益比高 你去查一查 这七家公司的本益比有多高 那当然最后呢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路径 最后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就是我自己个人 对于股债市后面 今年下半年有三种路径 几率我也把它写在这边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直播 然后呢 同时看一下影片的话 你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路径 我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 要到36秒 我要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 拜拜